好,刚才我们已经看过Vertex顶点的编辑模式了 那我想我这边呢,另外再建立一个新的物件好了 我先把刚才的物件删掉 我再建立一个box 但是我这边的分段呢,不需要这么多 我这边的分段呢,设少一点好了 因为我们只是做讲解 同样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把它转换变成edible polygum 可编辑的多边形 那这一次呢,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个3DMesh新版的功能 叫Graphite Modeling Tool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先点两下,把它打开来 可是你会发现目前这个工具啊,指令并不多 因为呢,我们还没有把它转换成可编辑的多边形 好,我们在这边按滑鼠右键 然后convert to editable poly 好,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的指令出现了 这个指令其实跟我们在这个地方选的这些 其实是差不多的 甚至功能还更多一些 那么以往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各位刚才看到我们要使用下面的一些指令的时候 你还要往下卷动 那会比较麻烦 所以新版的3DMesh呢,就运用了上面这个空间来做 我们这边的指令 所以用起来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的Graphite Modeling Tool 这个地方是切换到Berthex层级 顶点 你看,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就已经切换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切换 跟你在这里切换是一样的 然后工具也是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选择Berthex顶点 你可以去移动它 好,然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看一下 下面这个标签 看一下这个Berthex顶点 我们刚才介绍的一处的 好,拉出一个尖角 对不对 或者是 你也可以在一处的后面 按下这个下拉选单之后 选择一处的Setting 然后呢,可以在这个地方调 这个地方调整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让你比较精准的去设定 你要挤出的高度还有宽度 我们在这个地方设定 例如说我要高度要高点50好了 好,然后宽度呢 小一点 10 如果这个地方呢 是你要的效果的话 就按确定 这样就可以做出来 那没有问题的话就按关闭 好,那再来 Tranfer我们刚刚也讲过 Tranfer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呢 当你滑鼠油标移到这个地方 它会出现说明 它有图示的说明 它告诉你说不同的顶点 在哪一个位置挤出来的效果 做Tranfer 做斜角 做出来效果会是怎么样 好,所以 很方便的一个学习工具 好,Wheel的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把 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 我是不是已经选到三个点了 看这个地方 我希望把这三个点 把它焊接在一起 好,那我可以在这边用Wheel的 不过呢 你一般来讲呢 间隔距离太大 所以你选择使用Wheel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打开Wheel的Sitting 好,那你可以把这个稍微拉大一点 这边的Wheel的Sitting 数值加大 你看 就合并在一起了 对不对 好 好,我们再还原回来 所以几乎这边的编辑指令呢 都跟这里是一样的 好 OK,我们这边再看其他的 好,这个地方 比方其实它有一些是 不是针对顶点的啦 好,像比方说 这边有一个Quick Slice 快速切割 然后我们在这边点选 然后 你可以拉一个 用点选的时候 拉一个 拉一条线出来 好,这条线呢 其实就是 等一下我们这个 它会有一个虚拟的刀片 好,点一下 你看 它就在这边切了一刀 刚好就跟我们现在这个视线 投射 投射到我们这个视线 这样切了一刀 看一下 我们旋转一下 有没有 就跟刀子一样 切了一刀 好 好,我们先 还原回来 所以呢 后面老师就尽量使用这个 Graphite Modeling Tool 这个称为石墨建模工具 那如果说你们想要 想要看传统3D Max的教学的话 你可以看老师提供给你们的教学 好,前面版本的教学 好,第二个 我们切换到Edge 边缘 好,对 现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它还是保留在我们刚才的Quick Slice 先还原回来 这个呢 我们先把它取消 先取消 好,继续看 Edge Edge是什么 Edge就是这个边缘 我们在选取Edge之后呢 你也可以把它往上移动 往左往右移动 甚至呢 你可以旋转 缩放 用这个Rotate旋转 你可以转到不同的角度 好,我们再还原回来 快速键Ctrl加Z 好,还可以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Edge 在这个Edge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它可以做什么 Remove Edge 移除边缘 按一下 这个边缘呢 就移除掉了 它跟删除不一样 跟我们前面讲过的顶点 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今天选取了这一条Edge 然后按键盘的Delete 它是连同这里的面呢 一并删掉 好,这边的多边形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Delete 那如果说你只是要移除这条线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有些多余的线 好,你不要了 你想要把它移除的话 你是可以用这个Remove Edge 好,我们再看 我们这边再看其他的 它也有一处的 它也可以挤出 好,我们这边选择一处的 然后用滑鼠往上拖曳 往上拖曳可以决定挤出的高度 往水平方向 可以控制挤出的底部的面积 好,这是一处的 好,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打开Settings box 打开这个设定方块 然后用精准的方式去设定你要挤出的高度 好,还有底部的面积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设定 好,那如果说我这边还要再挤出一层的话 我可以按加 好,我可以按加 然后在这边做调整 好,然后再按确定 那你看我们刚才呢 一共用一处的做了三次 在刚才那个顶点做tranfer有点类似哦 好,假如我这边的这一条线 我们先看这条线 我希望它不要是这么ready 那我可以用tranfer 然后我们这边选择tranfer 就可以让它切平 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好,我再还原回来 但如果说我现在是用在这条线上面的话怎么做 看一下,我们这边稍微移动一下 拖一 你看,就可以产生一个斜角的效果 对不对 好 或者你也可以先选择这些线段 如果你要一次选择多一个线段的话 请你按着键盘的control键 好,那我们这边再做一次tranfer 它这一次做斜角呢 就是针对刚才选取的这些线段 就可以做tranfer 好,我们再看一下哦 但这一次呢 我这个tranfer呢不要直接使用 我按一下旁边的三角箭头 再选择tranfer setting 好,在这个地方呢 首先你可以看到斜角的量 你要多一点还是要少一点 再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斜角的分段 这边呢,如果说我这边的分段增加 你会发现呢,它变成有点圆角的效果 对不对 做圆角的效果 好,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open transfer 如果你这边呢,选择是的话呢 这个斜角它就会变成一个开口的效果 那一般大概都比较是 不是做这样的效果 好,OK 我为什么把它取消呢 因为我想要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像是3C的物件 因为一般的3C的 就像现在的工业设计 多半都会把这种边缘做倒角 所以那你就可以把边缘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整个选取 不要移动到 然后呢 一次做斜角的效果 我好像有移动到 好,没关系 就直接做吧 所以如果你在选的时候 你希望不要不小心去移动到的话 其实有一个方法 好,就是切换到select object 选取工具 这样就不会因为不小心拖曳滑鼠 而产生位置的移动 好,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还原回来就好 好,这边的tranfer 我们选择tranfer settings 你看,这样就可以产生一个圆角效果 不过好像太多了 稍微把 它的这个斜角减少一点 好,然后再按一下确定 你看,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倒圆角的效果 对不对 好,我们等一下再介绍其他的工具 那先还原回来好了 其实他还原还是有个次数的限制 如果说你要还原次数多一点的话 你要到偏好设定里面去调整 好,那我们就先还原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再介绍其他的编辑指令 算议